中央這棒今晚兩地開打 那桃園球場的試驗大戰 兩隊的開路先鋒 都敲出三分炮 比數一度形成5比5的平手僵局 對 不過LAMIGO的陳俊秀 在七下敲出一發三分炮 幫助球隊取得領先 中央桃園就以8比5收下勝利 看著一顆石頭球 小破劉富豪一棒扛出全壘打牆外 最發三分炮是近況火燙的小破 本季第七轟 幫助統一以3比0領先LAMIGO 而且下一棒的羅國龍不甘寂寞 也要跟隨老大哥的腳步 接下來上場的羅國龍 抓第一球打也打得還滿紮實的 在左半邊又出去了 靠著兩發back to back的全壘打 徐梨君在三局上半一口氣打下4分 地主的桃園下個半局 馬上有所回應 詹帥詹志堯表示 開路先鋒就是要打三分炮 不然要幹嘛咧 這一棒打得還滿紮實的 在右外野方向 兩隊的第一棒都在第三局開轟 最發三分炮 讓桃園追到3比4只剩1分落後 雖然統一在四局上半 利用兩瞻打再添一分 不過暴力遠打線5局下半 趁著廖文陽控球不穩攻占滿壘 郭炎穩了安打送回2分 桃園將比數追到5比5平手 來 初審裁定 Safe 廖文陽投完5局退場 接踢的牛棚投手 卻在7局下半出狀況 這一球出狂壓得還滿紮實的 在左外野方向 兩位外手往後追 往後追 最後出去了 二三壘有人的局面 陳俊秀轟出一發石破天津的三分打點 全雷打 LAMIGO在這場比賽首度取得領先 接下來後援投手接力守成 桃園中場就以8比5逆轉移球 爆了前一天輸球的一箭之仇 每個TV 綜合報導